接下来让我们期待着今天最后一轮选手的精彩表现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选手 这一轮将是石头和汤晓飞之间的决战 究竟谁先出战 灯光选择 马上开始 3 2 1 停 没错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驻守在了魔法战队 所以接下来首先出战的是魔法战队的汤晓飞 来 听一下你们的口号 汤晓飞今晚看我的 至尊宝 你不要后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对目的 或订阅 转发对目的 analyti 转发对目的 所以让它也有着急 明天希望能够准备 明天美学转范 我们初一 发现我们新闻的 咱们有 relief 我们初一 来 来 我们第一次是 这确适合 我看不错 如看重的 商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默契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死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在世间难过的命运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青年魔术师周乐天 刚才那个魔术你们的一大难点就是要在同一个时空表现出两个时空的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表现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评审嘉宾他们看过的感受 这一轮当中我特别想先听一听女嘉宾的感受 来 丝丝 我觉得意犹未尽 就静静静地看到变得那一束玫瑰就像那个大话西游里面的感觉是一样的 挺棒的 谢谢 谢谢 来 关头 我感觉这节目有点短 还没看够呢 戛然而止 就是觉得这种魔术的艺术包装真的是挺好的 这创意非常新颖 一下子就带入到那种氛围 然后感觉不仅仅是魔术师和演员的合作 而且应该是男女主人公的一段这个缠绵的感情交流 通过魔术来表现 就觉得你会为之动容 但是有点遗憾的是我在这个角度看过去可能机位的关系 我们那个小菲的表演我这看的不是很真确 所以我就特别着急 特别想上台上去看一看 真的很好 很喜欢 听一听专家的感受好不好 来听一听傅老师您的评价 现在我们有一大批的青年演员 他们现在都有一定的文化的知识 都有艺术的修养 再有呢 现在我们是艺术门内跨航的相通 互相你借鉴我我借鉴你 这样呢 魔术现在也有很多新的面貌 比方刚才这个节目 它就体现了一种 那个内心的那一种感受 唯一的一点不满足呢 就是魔术的元素还不够 还少了一点 如果能够精雕细刻一下 魔术变化更丰富一些 那就更好了 总之我们都没有看够 没有过眼 等着续集早日出现 好 小飞 那接下来呢 按照老规矩啊 每一位歌手都会带来一首歌曲 你带来的是什么歌呢 我带来的是一首非常唯美和浪漫 跟我们刚刚这个魔术 其实是非常相关联的一首歌曲 叫做《尖上蝶》 好 一起来欣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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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上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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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里》 şeh 我愿意花蝶在你肩上落 守住你并不经历的执着 哪怕泪流出来还是轮落 哪怕你跌落了还不错 我愿意花蝶在你肩上落 守住你并不经历的执着 相信与能领寻你的寂寞 相信路不会永远都坎坷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和你们同轮竞争的 青春战队的石头的表现 石头今晚看你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先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春愉快 那今天呢 我也在舞台上搬门弄斧一下 给大家表演几个小魔术 当然了我一个人这个过于紧张 所以魔术很容易失败 特别地给大家请出我亲密无间的 好搭档 好战友 郭清平先生 为了表现我们两个之间 我比较专业 所以你先变一个 可以 没问题 其实所有的祝福 都可以圆起一个字 什么字呢 那这个字就是 你看 福 什么呀 什么呀你 怎么了 不行 你这 阿姨 你看我给你来一个 别人没演过对吧 一个箱子 很普通的一个箱子 但一个你这广有字不行 那应该有什么呢 你得有 大过年你得有吃的东西 都要变出点实际的 这个箱子里什么都没有 变出来吃的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 你变出吃的里面 必须要带有祝福的话语 过年了要说吉祥话 对对对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来吧 这个是 生菜 生菜 生菜不好吗 生官发财 生菜 生财是吗 生财 行行 算你厉害 这样吧 接下来我给大家来一个怎么样 好的 好 我变出来不仅可以吃 而且还非常符合 季香迎来的新年 也得有季香寓意 没错 好 帮你们仔细看 这边有一个盘子 对吧 空的什么都没有 来 我看看 我看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空的吧 然后接下来弹个响指 它就会发现 就会点着熊熊烈火 寓意着大家 红红火火 红红火火 可以 然后把这个盖子盖住 好 接下来吹一口气 然后大家会发现 就可以变出猪肘子 怎么样 闻一下 你咬一样 真的很香 很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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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有什么吉祥寓意 这个猪肘子吃了之后 养颜美容 所以说 这个猪肘子的寓意就是 青春永住 这大过年的 你有点抠啊 我觉得 抠 你这不够 好难一个人吃的 我给你来一个 实惠一点的 什么样实惠的 过年了给大家 准备点吃的 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怕少了 大家不够吃 这样 先把这个盖子打开 让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什么都没有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盖你也给人看一下 对 没有东西 对吧 要万一藏在盖里呢 是吧 对对对 等一下啊 这个所有的 盖上吧 盖上盖上盖上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等一下还得跟我 念一个口诀 我喊到 321的时候 大家跟我念 新春快乐 奇迹马上就诞生 准备啊 就会发生什么 肯定会发生奇迹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你这下面好像有一个 非常可疑的桌布 别别别 咱俩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没有给大家展示对不对 什么 就这桌布啊 这桌布啊 这个桌子嘛 有个桌布它好看 对吧 要要把这布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吧 来 打开打开 你要考虑清楚 你下不去手 其实什么都没有 这个东西就是 它那下面肯定有东西 它就是一个形式 我们看一下 盖上以后会很好看 你看 我说什么都没有吧 真的没有东西 还不信 那我看你接的怎么变 这回准备好了 这回是真的 刚才是演习啊 来 3 2 1 新春快乐 快乐 开 一桌年夜饭 掌声鼓励一下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这回年夜饭有了 就差一句即将话 是吧 对 就差一句即将话了 来 祝大家团团圆圆 好 真不错啊 我觉得这个民以食为天 没错 传统美食是咱们 中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对 我想问问石头 这一桌年夜饭 是您做的吗 来 这个不是 还真不错啊 有虾 有鱼 还有肉 有丸子 什么都有 还有发财 寓意发财的白菜 就可惜这鱼 这估计是浩南偷吃完了鱼身 就把鱼头省着 就省了鱼头了 这是一桌年夜饭 来 想问一问这个石头 今天我第一次 看到你像说相声一样 在上面把魔术变完了 这个 磨合期有多久 其实我们两个算磨合得非常快了 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其实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你看得出来 这些魔术其实主要都是它在变 对 我只是负责 这个穿着引线 你只是主要和张大理和浩南 学习如何说好相声 石头你也算是近距离地 接触了这个魔术 你能告诉我最大的感触 作为一个魔术师 他最需要具备的一个素质是什么 魔术师的脸皮要厚 对 没错 这算一个素质吗 傅老师 非常的镇定 我觉得 人家那叫镇定和淡定 心里特别有数 其实我特别 其实我很担心 然后我说这个盖子打开会不会漏气 然后我在台上吓得 因为我近距离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我看到它变的一些过程 所以在台上我说 这不怕别人看出来吗 但是真的没 在脸上看不出来 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三位评审嘉宾 看过你们表演的魔术的感受如何 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听一听傅老师您的感受 这个魔术很喜庆 很有趣 很叼起大家的胃口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过年的时间 这样的魔术是特别好 也是一个必须有的这种节目 就是跟我们中国的喜庆的机份结合得很好 而且两位演员呢 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配合 只有十来分钟的磨合 就能够演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也很不容易 我觉得这个节目呢 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节目 谢谢老师 来 听一听 这个身为歌唱界议员陈思思 我只能跟石头说 你真是一个好歌手 但你不是一个好魔术师 因为我觉得他说着说着 说明他石头太实在 你知道吗 我真得意他说着说着 我差点把人家给谜底给揭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 就是这个魔术的节目的主题性特别好 因为他们是新春队 而且今天又是新春特别节目 那他们把这个年夜饭的这种 魔术的这个主题呈现给咱们 真是感觉色香味俱全 而且就是配合的吧 就是即便石头不用太血 十分钟 他也能这个装模作样的 把这个魔术师的这个气度 这种感受表达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也挺棒的了 然后这个魔术师的话呢 我觉得对他来说 这应该都是小case了 我觉得他本身的本领 可能比这个要强出很多很多倍的 就为了迁就我们 就是为了迁就你 就给他十分钟 太不容易了 这一桌美食啊 就像傅老师说的 他们变少了 今天就看咱们至少得变四桌 团团圆圆 也忘了给大家介绍 我们青年魔术师郭清平 那最后我们来听一听 管头你的感受 真的是看这个魔术 我就觉得是为 根据石头的特点来给他设计的 我们这个专业的魔术师清平 就是在舞台上 在这个节目当中 是甘当绿叶 来衬托着 一个大魔术师 石头在那里面 不做镇定的表演 那石头的这个优势就是 他非常的灵气 他可以在短时间内 可能像你们说 多少分钟 我就可以演出一个 好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魔术师 但是我知道在这幕后 我们专业的清平 魔术师真的是 甘当绿叶 进行这种陪衬 非常好看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三位品位嘉宾 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真的是让石头 能更有底气地站在这个舞台上 该是你送歌的环节了 美食已经送上了 清平在清平的帮助下 那接下来是一首什么歌 春暖花开 送给即将到来的春天 好吗 来 掌声有请石头 为我们带来春暖花开 如果你搁酒一滴水 我愿意惊奇一片海 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 我给你整个风铃和云彩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 我散开火热的胸怀 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 我陪你走到未来 春暖花开 这是我的世界 每次怒放 都是心中奔塌的爱 风而吹来 是我和天空的对白 其实幸福 每次怒放 一直与我们同在 一直与我们同在 春暖花开 这是我的世界 生命如雪 有时平静 有时崩溃 穿着阴霸 阳光洒满你窗带 其实幸福 一直与我们同在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 谢谢 谢谢石头 再次有请两位队长和双方的队员魔术师登场 好 在第三轮我们三位评审打分之前呢 还是双方两队为观众送礼物的环节 这一轮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魔法战队 我们先看看给大家送的第一份礼物 第一份 瞧一瞧看一看 比你帅上 出来了 这这虽然是一把扫帽 但是它可以扫去过去一年当中所有的不开心 所有的不快乐和所有的不如意 可以给人带来好运和财运的一把扫帚 这个比较适合正的 对 来 扫一扫 扫总梅运 这是哈利波特的扫帽 这个厉害了 来看我们的第二份礼物 我们要给大家送的是长长久久的祝福 祝福 对 没错 我们首先呢 要祝福大家幸福久久 幸福久久 还要祝福大家快乐久久 快乐久久 也要祝福大家爱情久久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今天要祝福所有现场和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们健康长长久久 我们还有惊喜我们要放长线钓下一句大鱼 好大一条鱼啊 我们要祝福大家年年有鱼 出事顺利 三重大礼 这是魔法战队送上的 接下来新春战队有压力 对 我们不能有压力 压力不存在 不存在 真的 说得好像我们没有鱼一样 我们来一个 但是呢 咱们的鱼颜色比它吉利 对啊 我们这是红色的 喜庆 咱们是红鲤鱼 看一下石头老师将会变出什么样的奇迹 看着啊 现在是一条鱼 一 二 三 一 几条鱼 再选一选 三条 真真错 哎呀 好啊 咱们也祝福大家 年年有鱼 三条鱼 看一下三位评审嘉宾来为他们打分 首先请为魔法战队的汤小飞和周乐天打分 请亮分 陈思思 加油 零分 好 十分 谢谢 傅腾龙老师 九分 冠童 九分 恭喜 二十八分 来 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新春战队 石头和郭清平的分数 请亮分 冠童 又加油 九分 傅腾龙老师 九分 陈思思 九分 恭喜 二十七分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 首先挑选奖品的 是我们的魔法战队的周乐天 来 看一下我们的幸运魔方 好的乐天 你想要哪一个方格 告诉我他的位置 就 上面中间吧 香丹青 第一排中间那一个 中间 来 看一下 是什么 恭喜 四K电视机一台 太厉害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新春战队 郭清平 他的奖品是什么 请看幸运魔方 清平 告诉我 你想要的那一个方格的位置 左下角 左下角 清平 位置是 你别听他的 这没什么那个 不一定的 不一定 我怕他错赢我 你看到的图像不一定 来 清平 听你的左下角 左下角 第三行的 那个 箱子那一边 赵相机 对 第三行 来 看一下 你获得的是 双开门电冰箱一台 过得挺快 对呀 很快 这是